吃饭吃到一半突然风雨交加 摆在户外的餐桌被吹得乱七八糟 筷子汤匙都被吹落满目疮痍 民众边拍影片边惊呼 狂风好雨还伴随闪电雷鸣 威力简直不输台风 舞台表演被迫中断 宾客放下吃到一半的宴席 通通躲进室内战闭风头 谈谈雪甲心态宫 31号晚间封街举办歌唱抽奖晚会 有想到遇上突如其来的风雨搅局 我当了李公司 火很大 战闭胶脏就好人大 这个胆没那么大小 因为宫都被胖这样子 那些肉要人无假的 罵快要给唐酒来 哦 第一次遇到 甲妙风雨宴民众也把影片播上网 来不及收的火锅被网友笑称是老天爷免费加汤 还好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雨时停歇后大家继续吃饭 而不只雪甲 永康地区也感受到这一波封面的威力 一号清晨五点多 大雨被狂风吹到横着下 仿佛三月天提前感受台风侵袭 还好尽管威力惊人 没有对台南造成灾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